它是世界最大重载铁路 它造价超过1920个亿 它是中国北梅南运战略运输通道 它叫浩吉铁路 原名蒙华铁路 也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 2015年6月开工建设 2019年9月28日全线通车运营 线路北举浩勒暴击南站 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陕西省榆林市 延安 蔚南市 山西省运城市 河南省三门峡市 洛阳市 南阳市 湖北省襄阳市 京门市 京州市 湖南省岳阳市 长沙市 江西省宜春市 西渝市 吉安市 终点到达吉安站 正线全长1813公里 浩吉铁路一次性跨越长江 两次跨越黄河 由北向南先后穿越茅乌素沙漠 陕北黄土高原 旅梁山脉 中条山脉 秦岭山脉 江汉平原 洞庭湖平原和盖西丘陵等地域 地址条件复杂 正线有大中型桥梁770座 桥梁总长381公里 其中长度5000米以上的特大桥有10座 有隧道229座 隧道总长共468.5公里 其中长度10公里以上的隧道10座 全线桥穗比高达46.9% 截至目前为止 浩吉铁路全线所有车站军部办理客运业务 部分车站预留办理客运业务 浩吉铁路的开通运营 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开发 保障鄂 乡 干等华中地区能源供应 增强中国铁路能源运输南北通道能力 促进全国协调发展 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